你呢 爸 真不好意思 这些日子让您操心了 没事的 事情都过去了 你回来比什么都好 一呢 我觉得奇怪 那天 你怎么会从商场的太平梯上掉下来 这些日子 这些日子 难道 会是赵羽天跟采凡对我下去的 不过 我没有亲眼看见 也不能这么下定论 盈楠 盈楠 你在想什么呢 爸 我是在想那天我为什么会摔下去 我仔细一想 应该是我自己不小心吧 你说是你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这么不小心 好 盈楠 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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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是谁啊 哎 你又是谁啊 我是韩燕呢 韩燕呢 韩燕 韩燕是谁啊 你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啊 哎 你欺负我 你欺负我 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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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去医院找你 他们说你出院了 你 你干吗不在医院多待几天 你好了吗 我当然是好了 医生才会让我出院的 一切都没有提 什么 你说你要 供容我 怎么了 你不愿意当我的特别助理啊 愿意是愿意 但是我 我什么都不懂啊 哎呀 这没问题的 只要你肯用心学 我可以慢慢教你啊 易南 我知道你是好意 可是 你一个人管那么大一个商场 我怕韩燕帮不了你 你还要花时间去教他 这 阿姨您别担心 韩燕她很聪明 很快就能上手的 更何况我现在担任她 是总经理的职务 我希望在我的身边 有一个我能够信赖的人 当我的助手 这样我比较好管理事情 张韩燕 要不要帮我这个忙啊 这是 得 得问我吗 谢谢妈 谢我干什么呀 你呀 好好谢谢易南去 谢谢总经理的不嫌弃 那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兵了 嗯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明天一早 总经理特助准时上班 听到没有 是 总经理 你 你 你 看来今天来参加竞标的还真不少啊 我们今天势在必得 管他呢 今天这标我们一定要拿到手 各位老板 欢迎参加我们王氏商场举办的竞标大会 对于这次竞标的柜台呢 我们商场定出的标底租金是每个月一万元 押金三个月 呃 关于竞标的细则呢 呃 关于竞标的细则呢 我想大家都已经仔细看过了 好 欢迎各位老板 永跃出价 请出价 我出 一万二 一万三 哎 别着急啊 让他们先出啊 你把钱提高不就行了 一万五 一万八 两万 两万二 你看看 哎 两万二嘛 别着急啊 两万五 两万八 三万 三万元 好 三万元第一次 还有没有比三万元更高的呢 爸 再不出价就来不及了 三万二 刘国勇先生出价三万二 还有没有更高的呢 三万五 四万 四万 是啊 那我放弃了 四万 第一次 四万 第二次 哎呀 放弃了啊 四万元 四万五 干嘛这样盯着我看啊 我这样穿已经很不自在了 你再这样看的话 我把衣服换回去了 别换 别换 你今天这样穿 真的很漂亮 非常漂亮 真的吗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穿啊 这是我爸特别交代的 他说待会竞标活动结束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宴会 参加的人全部都是大老板 所以我们要穿得体面一点 你是我的特助 肯定要好好打扮一下 但是这个裙子肯定很贵的吧 我怕把它弄脏了 弄脏了就洗嘛 又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你今天非常漂亮 谢谢 宇南 宇南 准备好了吧 差不多啊 我们该过去了 都准备好了 董事长 韩燕啊 你这身打扮太漂亮了 这简直 这美得像个代驾的新娘啊 谢谢董事长夸奖 爸 你别夸他了 刚刚我才夸过他 他脸都红了 你现在一夸他 他脸更红了 待会儿怎么见人啊 我这可是实话实说嘛 漂亮就是漂亮嘛 你看看他 比起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毫不逊色啊 要不信你们就自己看看 你们俩往这儿这么一站呢 那真是天生的一对 天生的一对啊 爸 你说到哪儿去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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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不是 不是 快走 我是实话实说的嘛 好了 不说了 快走 这 这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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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儿 这儿 我个人知道 是 六万 对不起暂停一下 各位抱歉啊 我们先暂停一下 跟大家郑重地介绍一下 我们商场的总事长 王立斌先生 我们欢迎王董事长 这场面挺热的的 看来今天竞票的架构 才对着 来 你看 那不是采凡和刘翔他们吗 既然他们都来了 待会儿我可得找出